从一个卑贱的小婢女翻身成流芳百世的太蒙太后 其成就堪比吕后和女皇武则天 北魏冯太后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 没有生下一个孩子却能两度临朝称制 她又做了什么能被史学家们称为千古以后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冯太后常乐俊兴都县金河北省衡水市济州区人 由于历史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 我们姑且称之为冯氏 北魏时期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 文成帝拓跋旭皇后 县文帝拓跋红嫡母 孝文帝圆红嫡租母 辽西郡公冯朗之女 公元441年冯太后出生于北燕皇室 她的爷爷还曾当过北燕的国君 但在她出生之前北燕就被北魏给灭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冯氏也算是王国公主 她的父亲冯朗在北燕灭亡后就投降了北魏 并做了北魏的西城郡公 任甘肃天水河陕西长安二州的自使 但在冯氏出生后不久 他的家族再次遭遇到飞来的恨火 也许是北魏对身为北燕皇族后裔的冯朗 心有疑虑 又或许是冯朗真的有什么不轨之举 总之冯氏的父亲冯朗不久就被朝廷下领诛杀了 冯氏因为是女孩 按照惯例冯氏作为最臣之女被陌入宫中成了一名卑微的婢女 当时冯氏的姑母很受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的宠爱 是地位仅次于皇后的昭姨娘娘 冯昭姨很疼爱孤苦又小的冯氏 于是在宫廷中多方照顾护养冯氏 在冯昭姨的呵护下冯氏的童年也并未受太多的苦 冯氏十二岁的时候 他已经出落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了 公元453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突然去世了 他的孙子拓跋润继位 视为文成帝 当时也就只有十三岁 也许是单纯因为冯氏的貌美 又或是冯氏姑母冯昭姨的运作 冯氏就被册封为了文成帝拓跋润的贵人 由于冯氏天子聪慧 再加上姑母冯昭姨的悉心培养 他在宫中尊重王太后 善待宫人 所以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 由于冯氏打小 就被拔墨在宫中 所以他熟悉宫廷里的一切 尤其是步步惊心的宫廷斗争 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陪王半价的生活 并且凭借着聪慧和美貌 地位也节节攀升 公元455年 年仅15岁的冯氏 就被文成帝拓跋润立为了北贵的皇后 在他被立为皇后的第二个月 不到两岁的拓跋红 被立为皇太子 按照太武帝之前定下的规矩 当嫔妃生下的儿子被立为蠢君后 生母必须要赐死 防止母平子贵 专设朝政 制定了立子杀母的制度 后来 李氏被赐死后 而冯氏则以皇后之尊 受命抚养幼小的皇太子拓跋红 冯氏把小皇子拓跋红 视为己出 悉心培育 使得文成帝甚为感激 对待夫君文帝也是百般体贴 他总是竭尽所能 为文成帝排解生活中的困扰和烦闷 两人的感情也是与日俱增 然而 这样幸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公元465年 仅26岁的文成帝拓跋郡 因病去世 留下正值青春年华的皇后冯氏 年仅25岁 就成了寡妇 文成帝的去世 让冯皇后伤心欲绝 在嫔妃百官 为文成帝焚烧生前的御用衣物时 他突然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 想与文成帝一同离去 有一位太监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眼疾手快 一把撤住冯氏的衣角 让冯氏摔倒在火堆的边缘 这才挽救了他的性命 这场大火 也让他从此变了一个人 四日 年仅11岁的太子拓跋宏继位 视为宪文帝 随后 他尊逢视为文明皇太后 就是我们历史上 常说的北魏龙太后 宪文帝拓跋宏年幼即位 当时由丞相以魂辅证 此时 贪权狂傲的太元王 和北魏权臣以魂根 根本不把这孤儿寡妇放在眼里 阴谋篡权夺位 新皇登基当月 以魂就与宦官尚书 阁谋狡诈 杀了大批官员 朝廷动荡官 此时 北魏的朝局 是风雨飘摇 公元466年 对朝政局势 了然于胸的冯太后 周密部署了 收补乙魂 镇压叛臣的计划 很快 乙魂便被捕杀 一灭三足 在此次的平定 乙魂叛乱 问定朝纲的过程中 冯太后 果敢善断的政治才干 表现得淋漓尽致 紧接着宣布 由自己临朝称智 掌控朝纲 以杜绝再次发生 因为皇帝年幼 而遭奸臣欺凌的事情 事实证明 临朝听政期间 冯太后 依靠多年的宫中生活阅历 和非凡的歹识与才干 迅速稳定了 北魏动荡的朝政局面 这位年轻太后 老大骨爵的政治手腕 让朝中大臣刮目相看 公元467年 县文帝之子拓跋红出生 冯太后喜出望外 不久他便还证给皇帝拓跋红 放手让已经14岁的 县文帝亲政 虽然拓跋红才14岁 但古人结婚 生育年龄都特别早 此时他的长子拓跋红 已经出生 按照公规 拓跋红的生母被处死 冯太后转而担当起 培养皇孙拓跋红的责任 然而 在县文帝亲政后 便吃了不少冯太后的宠臣 并试图重用 对冯太后心有不满的人 以及心腹 对此 冯太后虽然心有不快 但并未发走 直到公元470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极大的刺激了冯太后 她终于忍无可忍了 原来 自文城地去世后 年轻寡居的冯太后 垂帘听政之语 蓝带空为寂寞 加上北魏仍是少数民族政权 贞洁观念相对淡薄 蜜蜂也相对开放 所以大权在握的冯太后 便开始慵懒自貌俊美的男虫 其中最有名的是苏卫兼李懿 公部尚书李冲 吏部尚书王瑞 那这些人 自有出入太后的寝宫 与太后是温存相伴 宪文帝此十分不满 认为这是淫乱后宫 于是便找了个室友 杀了李懿等人 冯太后对此十分生气 她觉得 这是宪文帝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后来又因为宪文帝痴迷佛法 无心证实 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 她利用自己的权威 逼迫宪文帝交出了皇位 善未给自己不满五岁的儿子拓跋红 就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 宪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 这一年他只有十八岁 孝文帝即位之初 以善未太上皇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 实际上 宪文帝此时牢固掌握北魏朝政 不仅朝廷大小国务皆亲自处理 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 甚至多次亲自率兵北征南讨 取得大胜 颇有氏族太武皇帝之风 公元475年 以为太上皇的宪文帝 在平城北交举行了大跃仪式 天下振动 这一切是冯太后越来越觉得 自己需要再次出面执掌朝政 以防宪文帝对自己不利 就这样 一场巨大的宫廷事变悄悄引发了 公元476年6月的一天 朝廷突然宣布戒严 京师气氛紧张 恭敬之中更是戒备森严 不久 太上皇硬找前来进夜冯太后 被胡兵一拥而上擒打住 强行软禁起来 随后死于平城永安殿 此时 朝廷因为谢文帝的死去 而变得动荡不安 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 再度临朝廷政 成了北魏的政治核心 此时的冯太后 一手推执起属于自己的核心班底 使他的临朝称制取得了巨大成功 首先便是对当初陷害李一的 李心下的杀手 给他的心上人报仇 其他不法者也一一惩处 一些官员轻正连结 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 为了大权独揽 冯太后以谋反罪 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李慧一家 为了清除隐患 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 以致被杀者十余家 死者数百人 李懿被杀后 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 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成为其心虫 冯太后执政期间 提倡清廉 提拔了一批能人 这些人多成为他政治上的 得力帮手和鼓攻之臣 公元484年 又颁布了军填制与三场制 海广社学馆制定礼乐 他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手段 迅速稳定了朝堂 还对北魏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风气 进行了大道库服的改革 冯太后在进行全面改革的事件中 并没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 相反 他倒是尽可能让他参与 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锻炼 正是由于冯太后的悉心培养 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 而且能够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 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 这恰恰也是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成功之处 冯太后采取的这些重大改革措施 对于促进北魏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 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 这一点又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 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拿下了基础 清除了障碍 尤其是他和自己的孙儿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使得中华文明走向了文化的融合 和雄气勃勃的白龙强大 首先是废除鲜卑旅 所有的官员都学汉族 其次不准再穿鲜卑服装 必须穿汉族 而且迁都 从他们原来的首都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迁到河南洛阳 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地 实行军填法等农耕文明的法律 再有先非族的贵族 努力和汉族通婚 造成血缘相通 大家不要小看这几条规定 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成果 这个成果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因为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式的中华文明 不但没有在混乱的分裂时期被消亡 反而更强的 公元490年9月 49岁的冯太后去世 世好文明太皇太后 9年之后 年仅33岁的北魏孝文帝 也追随自己的祖母而去 然而正是通过冯太后 和北魏孝文帝的努力 让中华文明在危机时刻 忽然走向了健全平衡 走向了雄气勃勃的繁荣和强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